明明在海外获奖务术 却在内地遭封禁十年 还差点毁掉了自己的导演生涯 这部被称为后界最大的文艺片 内容却过于真实 因为它是改编自2001年 浑海一夜连沙十四龙村民案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丧性病狂的杀人犯 事后却被广大网友尊称为贪官终结者 胡大海47岁 无尽山人 几年前村里开发煤矿 使得村民们都赚了一笔 好景不成 没关两年 煤矿就被村长以低价 私自转卖了给村里的商人交胜利 最后答应给村民们的分红 也成了空头支票 待会儿虽然不满 但谁也不敢提出来 只能悄悄在背后议论 最近听说村长又买了个新车 奥迪A6 泥肚子气的大海 更是火麻三张 此时正好村长走了进来 大海边趁机问起他分红的事 看着村长根本不把自己当回事儿 这下大海更是弄火中烧 可去背景的路太远 心想也只能先写新事实 这时看见不远处 一个村民正在不停地鞭打着拉车的马 马而无力反抗 却也无可奈何 都已经精疲力尽地跪地 那村民也不敢把休 此时的大海 感觉自己就像那匹马 被人使劲变踏 也只能默默承受 他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 过去后 大海就写了一封举报信 随后都有句讨计 可他只知道寄到中纪委 却不知道中纪委的具体地址和右边 工作人员问他 却被他认为是故意刁难 被赶出门的大海 刚来到街上 就碰到了村里的公交车 听说是许家家老板的 他果然上了车 正好看到村里的 刘会计坐在后面 大海便来到他身边 故意问他村里的账 有没有算清楚 刘会计被问反了 只好说 美国已经在2001年 卖给人家娇胜利了 之前的分红也就没有了 刘会计被怼急了 赶忙叫停公交车 下车跑了 到达机场后 村上机组织大家 家里的一些喊口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好 飞机落地 村长立马上前 一脸引寝的迎接焦老板 和他兴趣的焦旗 现场来的许多记者 正要采访焦老板 却没想到 大海一个肩部冲了上去 给小老板一个大大的灯包 大海 神灵 祝贺 祝贺 谢谢大海 好 好 好不容易见到交通主张 我给你说个事吧 我们能暂转一下 有声许要 你就说吧 暂转两天 买火车票去北江 到一鹤村长来找 行了 过两天 过去 你能不能挡着 全村人在那边 说一说 村里的将家话一天 大海环顾四周 想要大家也说句话 任儿 得到的却是 你等我做事啊 叫声里转身离去 村民们也一哄而散 只剩下大海 独自在风中凌乱 任儿 还没能不能反过来 头上就挨了一铁枪 紧接着 铁枪一下又一下地砸了过来 直到他倒在地上 还不把手 小白 你那是大狗服了 再次醒来时 大海已经在医院 就来问的马仔 提了花篮来看望他 我代表省力几岁 还别管你啊 说着拿出两大钱 拥在了床上 那一晚 大海车夜未灭 他又想到了 那匹被鞭打的马 自己就像他一样 被无情地践踏 再给上一把肥草补偿 他明明是为全村人 争取利益 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第二天 大海绑着工带 在城里转了一圈 随后又去看望姐姐 想得到他的安慰 然而 姐姐不光没有支持他 还劝他放弃 让他好好过日子 娶个媳妇 开个店 比啥都强 不要跟那些恶人斗了 斗不过的 姐 你看着 要比晚个 我比蠢张和小生力 他们还晚个 大海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真要跟这些坏人斗 他也有 因为这本来就是大家的事 只靠他一个人 很难成功 然而 一个村民的嘲讽 彻底让他海破了房 此时的戏台上正唱着 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桥段 随着这一声唠高 村民那么光 其会在他的身上 这一刻 他默默下定了决心 回到家 他取下头上的绷带 再从衣柜中 拿出一杆列枪 接着 把子弹填装好 然后扛着他 迈着轻快的步伐 大要大百地走出家门 他首先找到刘会计 一进门 就拿出笔和纸 扔了过去 让刘会计 把村长贪污受贿的证据 洗了下来 村长 这些年踏污多少 你最清楚 你给我学个口供 其实刘会计不肯就翻 大海二环没说 举起了枪 刘会计怂了 正准备动笔 忽然 外面传来的警惕声 又让他硬起了起来 虽然已经下定了决心 可事到临头 他还演发出 毕竟人命贯天 如果开了枪 他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会计媳妇听到枪声 冲了进来 大海没有丝毫 临山脸了后 大海又来到村吻辉 结果村长不在 他便去门尾询问 正好碰到 之前叫他老高的人 你防警吧 峡谷就呗 下辈子请管好自己的嘴 三杀后大海更是无所顾忌 大海 接着他指奔庙里 正好村长从庙里出来 看到拿着枪 浑是湿雪的大海 马上换了一副嘴铃 刺杀 就上娇声力了 害怕时间不够 他连忙快步向矿山赶去 路上恰好看到 上次编挡马的奴夫 多一个不多 大海索性 来到矿山后 没有找到娇声力 大海便偷偷藏进他的车 守住待秃 不一会儿 叫声力回到了车里 大海 大海 有啥要求 你就收完 大海知道自己难逃法网 但他却并不后悔 既然生活给不了他一个公道 那他就用自己的方式去讨回 随着渐渐里面的警笛声 大海笑了 而远处那匹马儿也获得了自由 该段至此结束 别走开 稍后精彩继续